马其顿签署了加入北约的关键性文件 这个申请进程也能够有可能在明年完成 参加星期三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签字仪式 包括北约秘书长斯托尔·腾贝格和马其顿外长桂美·特洛夫 斯托尔·腾贝格说 吸收马其顿成为北约第30个成员国 将会加强地区稳定与安全 他对记者说今天签署加入议定书 显示出外交和政治家风范所能够取得的成就 站在斯托尔·腾贝格身边的贵米洛夫说 对马其顿来说加入北约联盟意味着马其顿 再也不会脊身独行 他说军队有多强国家就有多强 国家的强大也离不开民主机制的运作和健康 但是国家的强大还离不开他所拥有的亲密盟友的数量 希腊曾经阻止马其顿加入北约 因为两国国家在马其顿各名问题上有长期争议 希腊北部和前南斯拉夫共和国马其顿都在古代马其顿范围内 两国达成共识 马其顿将各名更改为北马其顿共和国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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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